云游四海 特约旅行家 带你看遍山川湖海 这就是我们昨天驻车的地方了 乌兰不同草原 草原上现在是慌慌的 什么都没有 昨天晚上大概零下20度左右 我们的车勉强靠柴暖 然后可以过一个舒适的晚上 昨天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过的夜 风电 四处都是雪 然后昨天晚上风还挺贼大 狂风但是现在没风了 一早晨起来之后 我把柴暖打开了 呜呜呜在那吹 在我们车里边大概23.4度 昨天一晚上用了47的电 因为我们昨天晚上 做了各种吃的 看看我们昨天晚上吃了什么 好 晚餐 现在说要吃烤肘子 我们这次带来的肘子 还很方便 已经解冻了 烤箱先预热一下吧 230度 先预热 预热好了之后 我们把肘子丢进去就完事了 预热结束 直接把肘子丢进去 我的手套戴上了 我还还红的手套那去了 我的手套戴上了 它拉出来的 我还可以 搞定半个小时 晚餐我们路上买的烧鸡和那个肠 视频你再上传了 终于开始写作业了 顺便要煮一个面 然后弄个蛋 肘子估计再过15分钟就好了 然后就是我们在车上目前想到的一个如果零下30度 我们要怎么洗脸 因为我们这个车水箱是有半热带的 零下20度还可以用 零下30度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呢 首先是给大家捅保温 现在今天上午起来它还是水 液体的 因为我们下面有两个狗垫褥子放在那个地方 给水桶保温让它变成液体 然后又水壶烧开了 我们去卫生间 到时候去洗头去 洗头之前我们先做了早餐 还是这个包子 这两天正好我妈给包了点包子 然后我们先把这包子吃完 明天吃饺子 因为我们今天没有紫菜汤了 紫菜没带 还好多亏我们这个新车 这个卫生间有一个满风的出口 就在这儿了 都会有柴暖 所以我们这个屋还算是比较热 然后呢为了我们这个灰水箱保温 灰水箱不要节洞 玻璃水加气 这一罐玻璃水倒了一半到一半多到 马桶里面 倒了一半多在这个里面 不过这个是零下40度的 应该是动不起来 稀释一下也动不起来 大概冲了一下 把洗玻璃液冲干净 然后呢 以后洗头 就要在这里洗了 先倒给热水 我们现在在想办法怎么能让我们的热水 用起来 然后 控泉水 这个水我们看来还是需要的量比较大 一对 哎 就是比较麻烦啊 其实其他的部分还好一点 现在给你可以热水了 你可以再热一壶 我先洗 好嘞 这水洗头 等我们先吃完早餐 我们再走哈 早餐热了四个包子 然后冲了两杯茶奶茶 看看外边 这外边其实是 全是风电啊 我们就在这个大门口这 可惜它这个地方冬天关了 不然的话冬天 进去里边晚上拍拍夜景很好 可惜昨天晚上风太大了 好你先吃早餐 我马上过来 我先把这个 让阳光先进来 是不是 看不出人停哪儿 大路上 但是这是一条断头路 没有车过来 安静的很 不错不错 先吃早餐吧 热了吗 这回热了吧 今天我是先解冻 再热的 我帮你拧错 好了 别人两个包子 吃完做饭 奶茶打开了吧 也太烫了 吃早餐 很多人会忽略这个哈 冬天开柴暖一定要开窗 不管你的车安不安全 不管你的柴暖多么高级哈 虽然很冷 但是这个窗 安全窗一定要留 不然的话会慢在里边 还有就是 垃圾要带走 因为 因为 这地方现在已经没人服务了 所以呢 丢的垃圾 就到来那春天了 搞不好就飘四处都是 所以我们的垃圾全部打包带走 就我们昨天晚上吃的饭 看我周围 看我周围 这就是冬季的草原了哈 虽然这个景区不开着 但是晚上的是晴空万里 可以拍星空 可以拍银河 但是风狂大 没有办法 你看这风电机就知道了 这周围就是风大 所以建了这么多风电机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无论不同 但是可能我们走不了 我们先走不到走不到那 我们先出发 走 一切准备就绪 我们这边出发 先热一下车 可以一下就着 应该还不算太冷 因为我们停车是冲着南边停的 这样的话太阳一出来 可以晒着我们的这个发动机 然后以及玻璃让它除霜 离开这边哈 突然在路上看到一个安达房车露营度假村 帐篷营地 但是呢 现在全部都是关着的 在这种路上走啊 要挑着点 摆油路走 尤其是下坡 我们车重 像这种雪地啊 下上坡还可以 下坡 基本上踩不住哈 也不能踩刹车 靠发动机制动 慢慢的走 昨天我们进来的时候 大半夜这样进来的 冲 冲 冲 哈哈哈 靠发动机一挡拖着这样 不能踩刹车 一踩刹车就溜 滑了 今天要走摆油 这边风电机是真的多的 夏天这边很漂亮哈 冬天有不一样的景 稍赶紧刹着点 趁着还有摆油 这就是我们现在冲上来的那个坡 哦 啥不住啥不住 甚至雪走吧 现在这 现在这 现在这我就冲不去了 没人 这边冬天甚至连 松树都是黄的 这点夸张了吧 看着 这不是松树 松树长差不多了 昨天我们就这样进来的吗 尤其是晚上 都没看清楚周围什么样子 现在汇通希勒草原呢 基本上是属于是什么样的状态啊 属于是 哪都不开 连全外部都没有 然后呢 我们慢慢的开 你看那个外边 这儿 这儿应该算是一个汇通希勒的一个制高点啊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可以看到整个草原的旋景 从高处啊 草原现在是全部都是雪和黄土 我们现在不会敢开快 因为路上全部都是冰 慢慢溜着走 嗯 好看 嗯 助盐去 嗯 都是冰就是 冬季的草原 荒秃秃 但是 依然还是有这个羊啊什么的 在这个 上面跑看看 就在这个位置 啊 这边有一群羊啊 它吃草 它这个地上还是有草的哈 如果雪下的不是很大的 的话不会被覆盖住 哦哦 要飞起来 这雪堆 看着地上的黑色的石头啊 就开始出现这种碎的火山石了哈 这跟我们之前去的 新疆那边的那个黑石北湖 差不多啊 地上那种样貌 就是感觉我们快到 火山口附近了 就在我们的这个方向 是被山拨挡上了 嗯 草原的风是无奇的哈 我们现在正在 爬一段 路 去一条叫熔岩河的地方 就是当时火山喷发完之后啊 有一条熔岩河 顺着火山口留下来的地方 这稍微往里走走才能看得到 看在地平线的那个边边上啊 有一排 突出来的平顶山 那些就是火山了哈 熔岩河这边并不是很明显 要走到那个里边去才可以看到 这边是远看火山的 啊 这 怕走不过去了 这不到夏天走还可以啊 冬天全部变成这样子了 慢点走扶着栏杆 所以这个草原啊 就是 哈 夏天了 夏天了 都是硬的都是硬的 这边不太会出现软暖 嘿嘿嘿 溜着边儿过来了 要不要去那个边边照相去 走 这地方实在是过不去了哈 大雪把这个路啊 大雪把这个路埋了 然后 这个正前方有两个平顶的啊 那边就应该是火山了 我们现在要开到那边去啊 开到火山脚架去 蹦得愣了 走啊 好冷啊 走 我的帽子 帽子戴上 我现在离火山越来越近哈 有两座 左边有一座 右边有一座哈 从远处看还是比较壮观的 可不能不能看到他的脚下 云游四海 特约旅行家 带你看遍山川湖海